你知道在我国购买装备花费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吗? 沙特也只能排在末尾 巴基斯坦不愧是真兄弟 首先是第十位沙特阿拉伯 沙特在我国花费重金购买军事装备 这件事一度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谈资 第一笔交易 沙特就以一亿美元一枚的价格 在我国购买了35枚东风系列导弹 我国还慷慨地赠送了一枚 并且后续还给沙特建造了自己的导弹方式基地 导弹刚买回去不久 中东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沙特也依靠我国的东风导弹躲过一劫 第九位 土库曼斯坦 同样是中东国家 土库曼斯坦也是富的流油 因为常年战乱 土库曼斯坦非常重视自己的国防力量 但中东国家都有一个通必 那就是虽然有钱 但没有自己研发武器装备的技术 土库曼斯坦也不例外 土库曼斯坦在我国购买装备 那真是一步到位 一次性购买了全套防空系统 而且专挑先进的购买 土库曼斯坦购买武器的先进程度 放眼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 第八位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国 所以对海军装备非常重视 而且因为印尼 提林 马六甲 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运输要道 所以海防压力很大 所以在购买装备的时候 对我国海军装备格外钟情 主要以C802反舰导弹和730进防系统 等于把进攻的矛和防御的盾 都搬回自己家里 而且它不仅购买武器 甚至连生产线一起购买 回国后自己生产 但每生产一件武器 都要向我国交纳一笔资金 你还知道哪些国家 是我国军事武器的大客户呢 盘点在我国购买武器装备 最多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上榜 亚洲国家最多 第七位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领土最大的国家 所以国防的压力也是最大的 利比亚战争爆发后 阿尔及利亚整个国家 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为了让自己国家更加安全 所以选择从我国进口武器装备 主要以翼龙2无人机 和SR5远程火箭炮为主 甚至曾疑似性向我国购买了 30架无人机和几百门火箭炮 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客户 第六位 柬埔寨 柬埔寨和越南老挝交接 而且曾经被越南大规模录侵过 所以每天都担心越南卷土重来 因为柬埔寨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根本没有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 而且还非常穷 没有太多的财力购买武器 这时候我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援助了柬埔寨上百辆军用自动卡车 足以装备三个师的武器装备 还帮助其培养军事人才 援助力度真的非常大了 第五位 泰国 泰国也和柬埔寨一样 都曾被越南入侵过 但泰国旅游业发达 自身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刚开始我国向泰国捐赠了 20多门加农炮 很快泰国就见识到了 我国武器的强大 马上就下单了几十辆坦克和步兵战车 后面更是购买了四艘053护卫舰 和近百辆VT4主战坦克 第四位 缅甸 缅甸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 毒品叛乱 常年内战不断 所以对武器的需求非常大 对我国的新式装备情有独钟 100毫米轮式突击车 神鹰400制导火箭炮 全都被采购回去 而且对我国淘汰的老实装备 也是来者不拒 世界上在我国进口武器 最多的十个国家 前三你想象不到 第三位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和印度接壤 常年受到印度的骚扰 印度是亲美的国家 为了保证自己国家安全 所以孟加拉和我国的关系 也越来越近 它在我国除了购买MBU 2000主战坦克和VT5轻型坦克外 还经常采购大批火箭炮 看得印度是心惊胆战 而且还购买了20架歼7B 武装起自己的空中力量 近期还想购买我国的翼龙2 第二位 朝鲜 朝鲜是世界上第九个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从朝鲜战争爆发 我国就一直在保持 对朝鲜的援助 上百架歼5 歼6 歼7战斗机 几百辆59式620坦克 导弹艇 潜艇等各种舰艇 这只是大型武器 步枪 机枪等小型武器 也是从我国进口 不得不说 朝鲜对自己的国防 还是非常看重的 第一位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对我国非常友善 主要是因为我国 对巴基斯坦援助很多 中巴之间 武器交易最多的时候 甚至一半的武器装备 都被八方买走 巴基斯坦军队中 随处可见我国军工的身影 而且还大量采购了 歼10C战斗机 给印度带来很大的压力 曾经还将四艘 054AD护卫舰出口给巴基斯坦 这让东南亚 所有的国家都无比羡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自布的国家都无法